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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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雷源头库 杨天底 今天是5月14号 礼拜二 台股在今天是 原本是开低往下打 尾盘是收高的 那今天的一个 往下打的过程当中是 破了年限 然后呢做了一个收角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 好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条蓝色的线叫年限 我们是开低 然后呢打破年限 收角 站回来 那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很多人在问了 那是不是代表了台股止跌了 我先下一个结论 既然我们在年限10449以下 留了很长的下雨线 那我们收在10519 这个大概是70跌吧 70跌的一个下影线 好 那那么长的一个下影线 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是不是代表台股要止跌了 我只能这么说了 下影线代表 基本上就是我们分几个方向来谈 那第一个方向 好 我先强调一点 不可能用一天来认定它止跌没有 我们后面可能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去做一些年限的测试 好 但是准备买股票 准备买股票 明天开始进来买股票了 那怎么买我待会跟你来谈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今天成交量 这个像一下有没有像 我们看一下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 大约是1396亿 将近1400亿 所以今天是打下去之后 有接手 所以我们成交量放大 对吧 你看那个成交量就知道 我们过了20日均量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成交量的放大 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你去对比一下 今天的成交量 跟123 三个交易之前的成交量 这根长黑棒 你去把它对比叫量能位移 什么叫量能位移 那就是这边杀出来的卖压 在这边被接回 好 所以做了第一次的止跌 好 量能位移以后 有时间在跟柜谈 你会发现这个卖压 是起跌点 这个卖压 可能是一个中止点 这个量大 可能是一个中止点 这个量大是一个起跌点 这个量大是一个中止点 相对来讲 成交量的位移动作 代表的一部分的股票 开始做止跌了 它当然不是全面的 当然不是全面的 但是一部分股票 开始止跌了 第二件事情 你要马上说 从这个下引线来判断 台股要往上一路往上走 那个不太现实 所以我们将来会怎么样 我们希望的是 它能够在压回的过程当中 年限能够来来回回 并站稳在年限之上 这个地方 我们才能确认它止跌 好 你不用等到确认 再来做股票 买股票 买在安全的地方 以及安全的价位就行 好 再来 好 我刚才谈到这个下引线 因为今天有量 所以是OK的 代表有大咖进来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这个大咖到底是要强短呢 还是要做中期的布局 所谓的强短就是它今天买 可能过两天它买一跳 如果是中期的布局 它买进去就收回来 就会收起来 如果收起来 后面量就会沉淀 沉淀之后 那个价格不再往下破底 那基本上就被收走 然后股票被收走 第一件事情 有接手我刚才谈到就是成交量放大 有大咖进场 第二件事情 今天的股股当中比较强的部分 如果用股股来看的话 其实是散热 对不对 但散热不是双红在墙 不是操纵在墙 你说操纵涨了2.4%很厉害 对吧 不是它在墙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双红在墙 双红涨涨了1.7% 这两支股票是散热 原先的最佳男主角 好 这两支股票原本是它最佳的指标 但是今天改了 改谁呢 3338的泰硕 开大跌 跌了大概4到5个百分点 收盘涨了6.5个百分点 来回差了11% 好 那泰硕它的利害来自于什么 4月营收创高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它是中芯 中芯通讯的供应链 好 好 另外一档呢 叫3017的齐宏 齐宏在今天大涨6个百分点 开盘的时候是大概跌3个百分点 收盘大涨6个百分点 来回差了9个百分点 齐宏是谁的供应链 华为供应链 可是齐宏跟太硕 他们是叫做基地台的散热 好 而双宏跟操纵 叫做手机散热 谁是真正的十字五基 对嘛 一定是太硕跟齐宏嘛 因为你五基的建制 要从基地台开始嘛 如果你只是手机的散热 那是后续啦 那后话再说 所以如果说由齐宏跟太硕来领军 这代表什么 代表十字五基在接棒 对吧 十字五基在接棒 现在开始我跟各位谈的都是 如果五基的话 我都跟你谈十字五基 那十字五基在接棒 也就说明 跟十字五基相关的股票 准备要来进场嘛 他不见得会是在散热 他可能在其他的部门当中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向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十字五基出来了 所以也就代表一件事情 大盘的方向是 就是今天的下影线 那出现的股票是对的 好 是对的 第二个 要看最弱势的股票 最弱势的股票是谁 被动元件里面的2327的国具 好 我们看一下国具 国具今天一开低之后 直接往上拉 有没有 这叫破底翻 这形成一根红棒 虽然收盘是下跌的 但是K线里面是一个破底翻 有没有 是一个破底翻的结构 好 我并不是要大家去买国具 可是我会每天看着国具 为什么看着国具 因为它是目前整个大盘的 比较具有重量级的一个指标的部分 它是最弱势的 最弱势的被动元件 整个族群最弱势叫被动元件 那最弱势的指标叫做国具 那国具今天都出现了破底翻 也就代表低档有接手 但是我不确定它的接手 来自于长线还是短线 很多人会怎么样 看一个跌升之后往上拉 就跑进去跳下去买短线 非常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他们后面还会再往下跌 如果只是短线它隔两天要卖 或隔一天要卖 那个基本上是不能够指标 然后我们就观察一下 国具有没有今天的低点248块 做了正式指标的动作 好 这是第二个观察点 好 第三个 我认为比较具有效力的部分 是在开盘 我们一开盘不是跌了78点吗 对吧 一开盘就跌了78点 所以我们有个很大的缺口 开跌之后还往下打 这个我们就后话了 这个打下去的是 就是看到恐慌了 看到开盘恐慌之后往下打 那往下打 大概很多的卖押都在这边消化掉 好 我认为这个下引线的有用 来自于今天出现了缺口 好 什么叫缺口 比如说 像今天的状况 今天的状况 你是不是很多人是看到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重挫 很多人觉得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之后 股价呢 不计价的在开盘前就卖出去 对不对 你就市价卖出嘛 好 这形成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还蛮大的 78点 我们形成一个78点缺口 好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这么讲 我有时候常常这样想 我们这个小散户这个操作股票 手上资金也不过几十万 好像这个主力大户 就专门每天盯着我们 卖出去之后要买回来 他就买上去 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小散户在买股票的时候 他就卖给你 当小散户卖股票的时候 他就买回去 这个很无奈 对吧 很多人到今天去杀股票 很无奈 那真的非常无奈 我从两个礼拜前 我就告诉你 我在减码减码 然后到这个今天 我来确定告诉各位 准备要来进来 好 准备要进来 好 会出现这个现象 代表你的恐慌气氛达到高点 你才会在开盘前 不计价把手上的股票卖掉 股票的卖掉有两种 一种是你主动卖出 一种叫什么 被动式卖出 被动式卖出 就劝商帮你卖 那叫融资断头 所以我想不管如何 就是市价一开盘 把股价卖出去的 通常是你极度悲观的心态 所造成的现象 当散户极度悲观的时候 通常大户就会进来接 好 反推回来 这是股价有没有 股价不断往下跌跌跌 跌到今天开始恐慌了 认了 就是眼睛闭的把股票卖出去 他就出现下影 就出现什么 有人进来买 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 他不可能V转 我比他确定他不可能V转 所以后面到底怎么走 我们到时候再观察 但今天这个下影线有效的原因 来自于他出现缺口 好 同样的 这是一个大的跳空缺口 下跌的缺口 同样的 当你急 什么叫做恐慌 就是你怕卖不掉 你就直接市价砍掉 你眼不见为近 那有些时候 当股价在往上涨 涨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股价上涨 涨到后面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那个缺口就是 你不计价的在开盘前 直接用市价买 那叫极度乐观 你怕买不到股票 所以当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反转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当市场极度乐观的时候 主力就会倒给你 当市场极度悲观的时候 主力就进来买 这个就是这样 股票市场就是你丢我减 当你极度悲观的时候 主力就进来买 当你极度乐观的时候 主力就到给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常会发现 很多投资朋友 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卖掉股票的时候 股价是往上跑 当你买股票的时候 它就往下掉 这原因在这边 但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今天是出现了 极度悲观的气氛 才会出现一个大的跳空缺口 78点的跳空缺口 也就是代表今天的稳定度 开始增加了 增加了 然后 但是我刚才谈到说 我不会因为一根下影线 我就认为它要往上跑 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些测试 但我希望站稳年线 就年线跌破 拉上去之后 在年线这边能够站稳 当你站稳之后 这个地方 才是我们开始布局的时候 对 但是你不可能等到 来回测试几次之后 站稳才去买 因为有很多的好股票 在今天已经严重超跌了 我再讲一次 有很多好的标的 在今天已经严重超跌 那会是我们去出手的方向 来 我告诉各位该怎么去做 好不好 我们用几个方向来看 如果大盘开始形成反弹 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到 避开工具机 避开整流器 避开手机跟电脑相关的零组件 好不好 你一定要避开这东西 避开苹果派 这一次的325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里面 苹果派是被涵盖在内的 苹果的产品涵盖在内 所以会有一次大震荡 所以苹果派会有一次大震荡 那震荡完之后 然后台股会有一些震荡 我先告诉各位 会有这样的一个震荡 震荡完之后 它才能够正式的去彻底 好所以第一个 不管如何 就是如果有反弹 那我刚刚谈到的工具机 整流器 手机跟电脑相关的零组件 再来是苹果派 这个手机电脑 那个苹果派 这些 请你不要碰 不管它都会谈 你手上有的找高点卖 好 这基本上大概概念上 那要买什么呢 买什么就简单了 你可以留意的就是 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我们买进的股票 不要在中国生产外销大陆 外销美国 如果你在中国制造 而销美的比重太高的 不要买 对吧 好 这是一定要避开的 所以你可以买的叫IC设计 什么叫IC设计呢 IC设计它是没有工厂的 比如说 联发科 我用联发科为例 我们的联发科为例 我们今天联发科 也是开盘破了季线 尾盘拉上来 很好 279到276 最低276.5 收盘1289 很棒 一根可以棒拉下来 我一直觉得很妙 这个为什么会杀 我们待会来谈一下我对联发科的想法 我用联发科为例 联发科的手机机面做出来之后 它交给谁代工 它交给台积电代工 对吧 所以它没有工厂 也不会在大陆 至于消美也不会有 为什么 因为本来预期联发科 会打入苹果的供应链 结果苹果跟高通大和解 所以苹果会用高通的手机晶片 好 所以IC设计是没有厂房的 所以这个部分会怎么样 会不受影响 不受贸易 不受你中国制造 受贸易战影响还是有了 但是你这个它就是需求 它是间接的 譬如说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对于这个 可能对于这个需求的一个部分 它会开始缩手 不过我有一句话 我觉得棒 我们研究部有一句话 它说贸易战只会影响速度 但不会改变方向 不会改变方向 就是它可能原先需求的部分 因为现在库存已经消化了很多了 我现在需求可能会稍微缩手一下 我延后两三个月 但我不可能完全不要 这个观念你要好清楚 方向当中 因为库存消化很多 所以我在前几天 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这一次的贸易战 虽然看起来很严重 但实际上 因为库存经过 有的经过两个季度 有的经过三个季度 有的经过四个季度的消化 其实它真正在消化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库存经过消化之后 那个影响其实就没那么大 需求会低延 所以它会影响速度 往后移一点 但是方向你库存就消化完了 好所以这个概念上要有 好这个以后再跟你谈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IC设计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厂房的 它可能影响性就没那么大 所以IC设计可以去做选择 那我选择的是联发科 是因为我认为会有转单效应 好 什么叫转单效应 联发科的手机机片 是供应给Android阵营 它没有打入苹果供应链 所以iOS的部分是没有的 对吧 这个我们先了解到 Android阵营里面 目前比较能够涵盖这个市场的是 是在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 比如说华为 OPPO小米等等 都是在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厂 所以联发科的手机机片 是供应给中国大陆的手机机片 主要 主要在供给中国大陆手机机片 那手机机片 目前你说 华为的手机能够卖到美国吗 不可能吗 你说小米或OPPO 可能有可能卖过去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管 但是我只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美中贸易大战打着这个样子 哪一家 哪一家这个中国的这个手机厂 会去用高通的手机机片 我只要问这件事情 当然高通也没空理由 The Angel阵营 因为它光供应苹果的产品 就已经供应不来 所以它能够流出来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我们当时有跟你谈到 我说这一次高通跟苹果的大和解 反而是联发科的大机会 我的用 我的讲法就很简单 那既然如此 联发科的营运动能就会上来 所以我想联发科的一个部分 是一个转单的效应 那像这种转单的还有啊 还有啊 好 那譬如说你安控会转单啊 你这个网通会转单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不要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基地 比重太高 然后你要消美的比重就很高 你如果没有其他的生产基地 那基本上就很麻烦了 对吧 这很麻烦嘛 你一定要有其他的生产基地才行 好 就是你必须要把产能做移转 好 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在选股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的部分 我会帮你做啦 我帮你 我在选股都会帮各位做 比如说有一档自动化题材的股票 好 那我这几天我会进来买 那这档自动化题材股票 你看我怎么选 好 我先去看这档自动化题材股票 股价来到我要的位置没有 真的来到我要的位置了 好 那这第一个 你股价已经到位了 第二个 我要看你的中国的制造的比重 跟消美的比重有多高 比如说你的生产基地 如果全部都在中国大陆 然后你又外销美国的比重又很高 那完蛋 就不要连碰都不能碰 对不对 因为一定贸易在影响到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 它中国制造而销售美国的比重 只有大概只有3%到4% 就不到5% 所以比较没有关系了 第一个影响性没那么大 第二个 我看你的位 就是你除了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之外 你在哪里还有生产基地 结果我发现到它有台湾的生产基地 它有墨西哥的生产基地 它有越南的生产基地 OK啦 不是没问题了吗 对这些股票如果价格到了我就会进来吗 这一档自动化的股票 我准备要来进场 我准备要来进场 好还有一档就转单效应 好还有一档转单效应的 我也会开始做进场的动作 所以我想我们保留现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 我们要等到大盘回稳之后 然后有一些好的股票已经来到了什么 来到了好的价位 然后去排除掉它这个中国制造 美国销售美国的部分 那个比重把它降低下来 它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向 我心中我口袋名单已经有很多 有很多档 目前最优先要进来的这档自动化 还有一档具有转单效应的 那我会进来 那后面你就跟着我的一个脚步来操作就行 好我再讲一下我下结论 今天的大盘 下影线上来并不表示会V转上去 就V星反转上去不会 所以它有可能在年线的位置 形成来回的震荡 那这个来回的震荡或者谈到什么 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六十字线叫季线 或者谈到六线然后再压回来都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破年线就好 或者你破了马上多收缴 那就年线的稳定度有增加 但是我不能等你 当然这个是要观察的时间 你需要三到五天了 我不会等你三到五天再来观察 我只观察我要的标的物 基本上没有再持续往下跌 它的一个卖压减轻之后 然后去考量它未来的成长性 我就会进来 所以自动化有一档 安控有一档 还有另外一档千年持都 我已经选出了三档股票 那这三档股票后面就会慢慢的去找它 寻找它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我只能告诉各位 贸易战一定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因为台这一次的贸易战 那么基本上从去年开始 很多的库存的消化都已经进入尾声 贸易战只会影响速度 不会改变方向 换句话说 如果我的库存调整 已经经过四个季度的调整 已经进入尾声 或许贸易战会让什么 买盘下游的客户的下单动作 稍微减缓 但是你毕竟后面还是要下单 所以不会改变方向的原因在这边 就后面的一个压回来之后 当实际上你库存消化到接近尾声 或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 那个大反弹就会开始 谢谢收看明天时间再见 拜拜